縣內的路邊停車格 目前都是採用人工登記和收費 由於勞動條件不佳 長期都有人力短缺的問題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 加上數位科技運用在路邊停車收費 也相當成熟 縣政府將選擇宜蘭市和羅隆鎮部分路段 優先辦理智慧化停車系統 原來都是用人工登記跟收費的方式 因為勞動條件不佳 長期都會有人力不足的問題 再加上因為人工開單 所以有一些錯燈跟誤燈相關的情勢 因應數位科技的發展 目前在智慧停車管理部分 發展已經比較成熟了 所以縣政府優先選擇 包括宜蘭市的文化路 復興路 宜中路 以及羅東的純金路 總共有295個停車席位 優先來推動智慧化停車管理 這樣的一個工作 推動本線的路邊智慧停車的計畫 智慧停車可以簡化民眾小隊的程序 也可以提高停車的中轉率 提供更便利的停車環境 提高工作做好相關的工作 讓這個計畫能夠順利的推動 自動處表示 智慧化停車管理 是利用路側偵測測設備 以及車牌辨識系統進行停車記錄 不但能改善人工收費的部分問題 而且能提高停車席位的周轉率 同時提供民眾多元的繳費方式 利用在席路側偵測設備 以及車牌辨識系統 來進行停車的記錄 另外也提供民眾多元的繳費方式 包括用信用卡 悠遊卡 以及各種電子跟行動支付 同時民眾也可以到超商去 補單跟繳費 方便民眾來使用 也提高我們路邊停車席位的周轉率 這項計畫已在7月25日完成委外招商作業 目前正由廠商進行相關籌備工作 預計明年初正式上路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